海外慈激人的关怀行动来看到慈激菲律宾分会 针对在马尼拉市生活贫困的居民 发放20公斤的大米 其中减食回收物的提松以及达利 则是为街头烹煮白米饭 因为他们都记得受人帮助的恩惠 一心只想要回馈 一盏烛光不到一瓶大的空间 就是达利的安身之处 父母相继往生后 他就靠着减食和面上的回收物来维生 和达利一样过着贫困生活的提松 到现在还不敢娶妻身子 但是看到街上流浪的孩子 总是会为他们准备一碗热腾腾的白饭 因为在过去他也曾受人恩惠 超过2000户贫困人家 都像提松一样 期待着一包20公斤重的大米 达利一回到家 就迫不及待打开米袋 哇 祝福神 满意的米饭 摇出来的第一桶米 先分享给邻居 这是回报挨二时 他们及时送来的一碗热饭 独居在桥下的李德利恩 则是立刻找来常常照顾他的远亲 把白米全都送给他们 能够感恩 能够回报 以让这包大米的爱更加倍 大家新闻黄一杰 马安琪 菲律宾报导 谢谢大家